昔日占有13年后首度合作,和维剑潘加利完美合唱火红歌曲。 和维剑和潘加利是圈内好友大家都晓得,但原来两人熟悉之久却从未正式地在音乐作品上合作。 这次公司提议将这首《近日火红》的歌曲《说散就散》翻唱成为对唱版本时,两人就互相推荐了彼此,促成了这次的作品。 和维剑笑说,我们两个13年前通过新加坡选秀节目绝对Superstar相识。 当时潘加利和我都曾是百步复活的参赞者,索性两人都成功晋级,一起咸鱼翻身变鲍鱼。 之后我们成了好朋友,也各自在音乐上发展,近年来签给了同一间公司却没什么机会有音乐上的合作。 直到现在。 潘加利不上,我们在同公司的这几年和维剑有帮我拍过MV,我们也一起写过歌,只是正式的音乐作品上就没有合作的机会,等了13年终于能合作了。 所以当老板向我们提出这个对唱的建议时,我们二话不说就毛遂自荐了。 对唱视频在两人的官方Facebook推出后就获得歌迷与网民的赞赏与支持。 瞬间让这个帅哥美女的对唱版本荣登了新加坡KKBOX,新歌榜第一名。 视频在YouTube上也得到了不俗的成绩,大家对这首对唱版本的喜爱让视频, 进入了新加坡区最受欢迎的二十大视频之一,也被推上数码音乐平台Spotify的流行音乐榜上。 说散就散音搭上了电影《前任3》,《再见前任》获得了非常多人的喜爱与注意。 经由何维健和潘嘉丽翻唱的对唱版带出了另一种味道,网民也纷纷留言显上支持与鼓励, 有人称赞歌曲有望向成为《向市屋顶》、《山呼海》等的经典队唱情歌, 也有人搭赞两人的歌声动听,合唱起来毫无为何感。 对于大家对说散就散,对唱版本的支持,何维健和潘嘉丽都为此感到非常开心, 也期待接下来两人能有更多音乐作品上的合作,更希望大家能继续地支持这首歌曲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